大家好,我是台南微光眼睛的長工 今天我們來聊一下有關鏡片鍍膜 那這個鏡片鍍膜,我們首先先介紹長工心目中最棒的兩種鏡片 就是德國蔡司跟德國羅敦斯德這兩個鏡片的一個鍍膜的介紹 再來有關鏡片脫模的一個,我們來聊聊有關鏡片脫模這個東西 所以我這影片長工把它叫做鏡片鍍膜三部曲 那第一部曲呢,我們先來聊聊羅敦斯德的一個鍍膜 當然他也都有一般鍍膜啦 當然一般鍍膜我是覺得不需要多做琢磨 我們就來聊他們比較好的鍍膜 像羅敦斯德的一個金鑽二代鍍膜 他一個最新的鍍膜,他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跟他跟之前的鍍膜會有什麼樣的一個差別 然後,所以這些資料我們是從YouTube上去 有關羅敦斯德在介紹他的金鑽二代鍍膜的影片 擷取下來的畫面 當然,因為長工經濟狀況不是很好 買不起很好的印表機 所以我們擷取下來的畫面 印出來的可能不是那麼的漂亮 大家就稍微忍耐一下 想要看比較精細的畫面 也可以到YouTube上搜尋這個羅敦斯德的一個影片 廢話不多,所以我們先來看看 羅敦斯德他最新的一個金鑽二代鍍膜 我們先看這是他一個分解圖 這是一個他的鏡片主體 那他這邊上面是用德文在介紹 我們大概先來看一下 做一個簡單的解釋他的一個鍍膜的一個 跟他這些分解圖上的一個 每個部位的一個意思 所以你看鏡片的主體 他的鏡片主體本身 他的鏡片毛料本身就有抗紫外線的 所以有很多 鏡片他是什麼 他紫外線是另外再加上去的 跟鏡片自己本身就有抗紫外線 其實這個是有一些差別的 所以他的鏡片毛料本身就是有抗紫外線的毛料 這樣子的抗紫外線效果 其實當然我們在測量上面都是UV400 可是之前在鏡片工廠上班的時候 有聽那些老師傅講過 其實毛料本身就有抗紫外線是會比較好一點 跟另外再加上去還是會有一些差別 再來 這個是什麼 加硬膜 這是讓他表面的硬度增加 然後再來這個是 這邊是加硬膜跟他最上面的一個多層膜之間的一個 再一層就是什麼呢 讓他表面一個固化膜安定 有一個穩定的一個作用 那我們來看這邊 這兩邊前後會有不太一樣的東西 這個就是 羅頓式它金鑽二代比較最特別的一個 是超韌性的一個多層膜 它的韌性是可以預防鏡片的一個 它除了有超一膜 還有這個韌性膜 可以有效的預防鏡片的刮傷 跟增加鏡片的透光度 內側這一邊會不一樣 它一樣是有韌性的一個膜 預防刮傷它還多了一個什麼呢 它可以減少紫外線的反射 這個作用在哪裡 等一下後面會提到 因為金鑽二代鍍膜它是有什麼呢 雙面抗紫外線的一個功能 那雙面抗紫外線 所以它內側這個 就要有一個防止紫外線反射的一個能力 那在最前面這個 因為A4紫有點印不出來 它最前在這 外肌虎跟內肌虎的最前端 都還有一個什麼膜呢 就是奈米膜 那它表面是非常的光滑細緻 一些髒東西不容易附著 然後雖然髒了你也比較好清理 那相對它表面很光滑 就會更減少刮傷的一個風險 這是它一個分解 它的多層 金鑽二代多層膜 它分解出來的一個大略 那我們看到幾個比較特別的特點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一個雙面抗紫外線 如果一個鏡片它是沒有抗紫外線的 基本上紫外線從前面來 直接透過鏡片 那從內肌虎方向過來的紫外線 它會直接反射再到你的眼睛 所以你的眼睛就是紫外線怎麼樣呢 照單全收 一個都不放過 這個是金鑽二代摩 我們先看當然從鏡片前方來的紫外線 它是完全阻隔掉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 內側要防止紫外線的反射 就是這邊 當內側紫外線過來 它會把這個反射消除掉 就是盡量讓你眼睛的紫外線達到最低 就是最有效的一個抗紫外線的一個功能 目前雙面抗紫外線市面上好像就只有伊斯路的膜跟羅頓式的膜 他們有特別去提到這個 沒有提到的我們就不確定 最特別的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這兩個圖一個比較 這樣子鏡頭照得到兩張圖嗎 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這個膜層就是在分解圖的這個地方 它是好幾層這個超韌性的膜 以前的多層膜 它如果不是有一個韌性的話 它會有什麼 我們看這個就是我們鏡片刮傷 最常發生的一個情況 就是它的多層膜在受到外力 比較尖銳的東西去刮到啊 或者是去刺到 它的膜層是什麼 會有裂痕 它會去裂開 產生一些刮傷這些的情況 那金磚二代鍍膜呢 它最特別的地方就在於什麼 它的這一個 拿反了 它的這一個膜層 第一個 它的致密程度 比傳統的鍍膜再更高 而且呢 它表面是有韌性的 也就是說 當它本來是平的 它受到外力擠壓 但是不能太過於強大的外力 以輕微的刮傷來講 它是會有什麼 它是有韌性的 當我們 看這是 鍍膜這個樣子 當它受到刮傷的時候 它是這樣沉下來 然後當外力一走開的時候呢 它就在回復 它是有韌性的 這是羅敦斯的最新研發出一個 相當有效可以避免刮傷的一個方式 所以 這是金磚二代鍍膜 它跟其他現在市面上其他鍍膜 最大最大的差別 就是它的鍍膜 它是有韌性的 那 我們也可以講就是什麼呢 當你有一些很輕微刮傷的時候呢 我就說 當你 譬如說 本來 可能這個小沙溜 小灰塵 它要去刮傷 本來正常來講 它 如果說以傳統鍍膜 一般鍍膜來講 它有可能會去刮傷你的鏡片表面 可是在羅敦斯這個有韌性的鍍膜呢 它 承受這個外力 本來應該要刮傷 可是它因為有韌性 它會再恢復回來 所以就 比較不會有刮傷的一個現象產生 所以這個是 羅敦斯的 金鑽二代鍍膜 它的一些比較特別的地方 當然它還可以選配是 你要有綠藍光膜 就是它的 外基斧的這一層膜呢 它是變成是有 綠藍光效果的一個鍍膜 那這個是屬於選配 那我們今天聊的大約是 以金鑽二代鍍膜 它比較 跟市面上鍍膜 比較特別的地方 跟有差別的地方 希望大家可以了解 我們大家來統整一下 最主要的特點就是 什麼 雙面抗紫外線 跟這個 附有韌性的一個防刮傷的一個鍍膜 那當然 表面的一些奈米處理這些 其實 這個現在市面上其實還蠻常見 那當然 羅敦斯的不例外 它都也搭載了 所以 我就我個人認為 它的這個鍍膜 真的算是 以現在 常供使用的晶片來講 我覺得它真的算是一個很棒的鍍膜 那 也歡迎有興趣 想要了解更深入的客人呢 或者是朋友也可以來 店裡面嘗試看看 來自德國一個光學龍頭 的一個鍍膜 謝謝各位 讓他來自音樂 都可以選擇